这个就是土壤监测仪 如果你养花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浇水 那么就用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它的仪表盘上红色代表缺水 绿色代表水分正好 而蓝色就代表水分太多了 那我们如何判断一盆盆栽需不需要浇水呢 我们以这盆蓝莓盆栽为例 现在的指针是指向左侧红色部分的 因为我还没有插入 那现在我把它插入花盆当中 您看我一插进去 指针就直接指到了右侧蓝色部分 就证明这盆花里面水分很足了 这个时候就不能再浇水了 而要把它搬到通风的地方去 让水分尽快的蒸发 下面我们再以这个花盆为例 现在指针是在左侧 我们把它插入花盆当中 看这个花盆缺不缺水 我们发现在花盆当中还呈现左侧红色 代表整个花盆现在缺水 于是我们可以迅速的给它补充水分 大家可以看到 随着水分一点一点的进入 指针慢慢开始也会产生变化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静止一下 当水流慢慢的下去 指针就会感受到水流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会一点一点一点的往右边偏移 当偏移到绿色部分 并且持续不动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时候水分正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指针给它拔走 然后再去插另一盆花 再去进行测试 保持这样的一个习惯 你的花就能够交对交好了 那不仅如此 这个土壤监测仪还是三合一功能的 左侧第一档是测水分 第二档可以测量光照强度 第三档可以测量ph值 就是土壤呈酸性还是碱性 所以把它买回家 养花是很实用的